完小姐又叫做小過年 也是你這個最悲傷 加加好好都有拿高校長菜家的發露氣氛 中華家府中心為了要照顧 並睡眠的離棟 讓他們可以安心來祝福 今天開始基盤愛心 以北高校長的活動 本公司也配合這次 以北來協作 並且是來觀看 給中華家府中心 中華家府中心日當年以來 都會在完小姐進前 來基盤愛心以北高校長的活動 希望透過社會理論 來照顧北高校長 本公司當事長 今天也表現這次的禮拜 不然是現場叫賣高校長 也到三天賣高校長 中華家府中心主任表示 這次的活動 就是希望透過社會台中的愛心 讓北高校長的活動 可以有多完合適的機會 古早燈的一個義賣 進行到今年已經第二十年了 但是我們全面動員 是在最近這三年 那我們知道 彰化家府 我們總共照顧的貧困的兒童 身經障礙兒童 還有受孽兒童 總共三千六百多位 那他們平常的生活會 還有醫療會 還有教育會 對他們來講是非常重要 那這些孩子來講的話 現在都已經 陸續都已經開學了 尤其是大專生 他們也即將開學 但是他們可能有 繳不起學會的問題 所以說藉著 我們每年 在過年後一直到元宵 我們這長達五天至七點的時間 我們開始在彰化縣各個角落 差不多有二十幾個據點 來舉行一個藝賣的一個工作 那這個藝賣 希望所得能夠來 來補足這些弱勢孩子 他們可能就學 還有生活上不足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今天要感謝新章 新章有線公司 電視公司這邊的來一個採訪 也謝謝圖 圖董事長的一個幫忙 適合這次台南地大的影響 給家父中心的愛心主要大量來檢照 在新春期間 家父也希望鄉親 可以多多關懷家父的依然 景氣不好之外 再加上最近呢 因為台南的一個震災 那捐款的一個流向 可能湧入那邊 但是平常陷入 貧困的這些家庭跟孩子 他們也需要幫忙 除了救災之外 我們另一方面 也要關心這些弱勢兒童 希望這些小孩子 在我們的一個幫助之下 能夠健康的成長 這項義賣的外賣 總在關來每一個地方來基盤 歡迎鄉親有機會住到 可以讓白群女 當一個機會叫賣才的歌店 新中華新聞 北美林 中華蔡文報道